台中警方很暖心 有一名七神的阿伯之前骑车外出 没想到找不到回家的路 幸好狭追警方获报 透过姓名确认身份 协助他平安返家 另外从高雄北上的高中生来到台中馆 没想到钱包是不小心掉在了计程车上 多汇远警到月监视器 联系上小黄问长 报案不到一个小时就成功找汇钱包 路口监视器清楚拍到一辆计程车临停路边 车内年轻人下车 拿完后车上的行李 就进入烧肉店用餐 没想到付钱时才发现 惨了 钱包不翼而飞 就是你们的客人 他东西掉在计程车上 他有报案 相聚警方获报来自高雄高中生 北上台中要参加跨年活动 31号中午先到公益路吃烧肉 没想到钱包就掉在计程车内 你们吃到一半吗 对 你的皮甲现在在生意派出所 现在在你吃的 可以 原来计程车司机一发现 就主动送往派出所 由于学生没有交通工具 原警开警车协助前往领取钱包 学生吊包金魂圆满落幕 不仅大战计程车驾驶素质高 原警还很积极友善 台中市民真的很幸福 另外在乌丰区有名七十多岁的阿伯 骑机车不断在逐围上绕来绕去 附近居民察觉异样 通报侠据警方 南骑士向原警表示 骑车外出后就忘了回家的路 索性透过姓名查询 确认身份和地址 在警方的陪同下 平安协助他返家 介绍中文章节台中报导 通报导